12月15日晚,山西省静中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在于次区太行小学门前现场办公,保障孩子上下学的通行顺畅。 增设停车博位,分流接送车辆,增加校园出入通道,尽量杜绝鸡飞混行。 眼下,静中市正在通过上述措施,一笑一测,逐一破解学校周边拥堵的城市管理难题。 渝次区实验小学是静中市治理校园周边拥堵的试验田。 实验小学共有1200余名学生,使用的接送车辆有550辆机动车,约340辆非机动车,还有在附近居住的320名学生是步行过来的。 所以造成平时双向交通拥堵,在上学区的拥堵比较严重。 与校门外侧道路宽阔,人数不算太多的渝次区实验小学相比,寿安里小学,义夫小学,泰山庙小学,渝次医中等学校周边的道路交通拥堵更加严重。 10月下旬,静中市委市政府把校园周边交通治理纳入正在推进的六化一提升工程,由静中市城市管理区牵头实施。 10月27日,治理校园周边交通拥堵第一枪,在渝次区实验小学打响,借用校园周边闲置地块施化停车位,这是静中市城市管理局破题的首选思路。 根据这个交通拥堵情况,就是营地制宜,利用这个开发商的闲置地块,这块建了一个免费的便利停车场,增加了200多个停车位。 在这一个方向,利用这个规划路,未开工的规划路,建了个便利停车场,增加了150亿个停车位。 同时,对沿线的这个商户之前进行了规划,降测时增加了近100个停车位,大大的缓解了这个交通压力,也方便了周边居民的停车问题。 10天后,张瑞江和他的同事交出全市第一张答卷,渝次区实验小学停车难题彻底化解,所有接送孩子的机动车,非机动车都可以开进停车场,各行其道,互不干扰。 位于老城区,门前道路狭窄的寿安里小学,又是一种破题思路。 寿安里小学附近可供挖掘的停车资源,只有该校西侧的42个车位,远远无法满足家长停车需求。 现在呢,就是专门找了一个,就是政府对面这个顺村公园地下停车场,一共是有两层。 这个位置是距离这个寿安里是最近的一个,然后就通过我们距离领导和市政府相关部门, 还有这个机关事务管理局协调吧,目前为止给了咱那个,协调了280多个车位。 然后呢,专门震设了这个学生通道,这个7号楼梯学生通道, 为了就是使家长进来以后好辨识,辨识嘛,就那意思,好,专门震设了这个。 与此同时,当地公安交警部门在顺城公园西侧道路批出80个车位,允许学生家长临时停放车辆。 确确实是把这个好事情办好了,把校园周边这个秩序治理好了,孩子们,校园周边这个交通秩序特别好。 孩子们上下学了,原来就感觉更安全了,家长们对这个校园周边治理这个成果了,确实是非常满意。 平有味,皆有点,行有序,人平安。这12个字,已成为静中式破题校园周边交通拥堵的标准答案。 此项工作从10月下旬开展以来,我们就是城管局同步治理24所学校,目前已经就是完毕的是有9所, 剩余15所到这个月月底以前全部完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